朋友们好,我是美食强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酒小零食 香酥辣椒 首先我们把干辣椒剪成小段 干辣椒最好选这种不是很辣的新一代 它是以香为主 稍微带一点点微辣 剪好以后呢 用漏勺过敏掉辣椒籽 然后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 浸泡的时间呢 我们准备一些白芝麻 大概80克左右 加入一勺淀粉 增加芝麻的粘性 一小勺盐 还有白糖 给它拌匀备用 做香酥辣椒 还要再搭配一些油酥花生米 这个花生米是提前用热水泡上的半个小时 这样我们去皮就非常容易了 用手轻轻的一搓 皮就掉了 锅中倒油 冷油下入花生米 全程用小火 炸上10分钟就可以了 在炸的过程中 用勺子经常的翻动使其受热均匀 炸好的花生米 加少许的盐 拌匀 放到远一点的地方备用 要不然一会儿一个就被偷吃光了 现在这个辣椒也泡好了 再给它过滤一下辣椒籽 放到凉水中 开大火煮开 小火再煮上5分钟 这样这个辣椒几乎就没有什么辣味了 捞出之后 给它滤干水分 然后我们把辣椒倒入白芝麻中 用手从下往上轻轻的翻动 把芝麻灌进辣椒的里面 现在还有一些没有沾上 我们再准备少许的蛋清 小伞给它放到碗中增加它的粘性 继续的翻动 让芝麻粘的牢固一点 锅中的油温7成热 下入辣椒 用小火慢慢的炸 炸上8分钟就可以了 炸好了之后 捞出控油 放凉就可以食用了 再加入炸好的花生米 非常好吃的一道下酒小零食就做好了 吃起来特别的酥脆 越吃越香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下期见 下期见